女孩身上流着正统狼人的血液被狼王掳走 险些生下孩子 本期立刻带来电影《狼人阵》 凯登在学校算是风云人物 有个笑话女友相伴 还有精湛的运动技能 以至于她深受父母的宠爱 同学的羡慕 可后来在一场比赛上 凯登突然间兽型大发 殴打场上的球员 那天晚上后 凯登愈发感到身体不对劲 女友尝试用肉体来安慰凯登 不料凯登却把对方咬出血 向了女友赶忙逃走 这时正好是月圆之夜 凯登逐渐蜕变成狼人 谁也没有想到 如此英俊的外表下 竟隐藏着世界如命的狼性 但在此之前 她并不知道此事 还以为自己只是个普通高中生 等凯登醒来后 她发现脸上残留着一些血迹 走进房间一看 眼前出现的是父母惨不忍睹的死状 凯登以为是自己干的好事悲痛不已 与此同时 女友带着警察赶来 凯登就是有理也说不清 于是连忙变成狼人 打破窗户逃亡 在逃亡的路途中 凯登通过新闻报道 得知自己是被领养的 在家中死去的父母 并不是亲生父母 不过凯登没有怨恨 毕竟平时父母和爱可亲 挺照顾自己的 受到警察通缉的凯登 有时会解救弱者 助人为乐 试着做些好事 不然也不知道该去哪里 后来在一家酒吧 凯登遇到同样具备狼人资质的独眼桥 根据独眼桥的指引 凯登驾驶着摩托车 独自来到狼桥镇 凯登刚来到镇上 就光临当地的酒吧 由于是孤身一人来到酒吧 凯登引起周围不少人的注意 其中包括酒吧老板娘安吉尔 以及一群无端想挑事的壮汉 凯登趁壮汉落单 凭借狼人的能力 教训对方一番 正当凯登准备离开时 好心大叔约翰提出要收留他 无处可去的凯登 跟着约翰回到家 没日在农场干活 好不容易有个容身之所 结果这天镇上的老大 康纳找上门来 那名被凯登叫醒的壮汉 恰好是康纳的手下 康纳对凯登放了些狠话 警告他最好小心点 气氛有些剑拔弩张 好在约翰及时出现 三言两语就替凯登解了围 晚上凯登又去到酒吧 并主动与安吉尔搭讪 两人还一起目击康纳杀人 原来康纳跟凯登一样 也是一只狼人 不只是康纳 狼桥震的大部分证明 几乎身上都流着狼人的血 凯登连忙带着安吉尔回家 将刚才所见告诉约翰 而约翰并不震惊 反倒还告诉凯登的身世 据约翰说 凯登的母亲陆辛达 是约翰姐姐的女儿 陆辛达是纯种的正统狼人 力量非凡 而康纳亦是如此 如果两人进行交配 留下的后代百分百是纯种血统 于是康纳强行跟陆辛达发生关系 不久后陆辛达便怀孕生下凯登 可康纳并不知道这件事 因为陆辛达在怀孕期间 被亲人囚禁在地窖 经过深思熟虑 陆辛达将还是婴儿的凯登 送到其他家庭 随后自杀身亡 换言之 凯登是康纳的儿子 但此时的康纳还被蒙在鼓里 康纳渴望能生下一个孩子 身上流着纯种的狼人血液 所以这一次她盯上了安吉尔 如见到狼桥镇 只有安吉尔是纯种的狼人血统 凯登不想任由此事发生 她单枪匹马来到康纳的地盘 结果惨造暴揍 浑身失伤 回到家后 凯登躺在床上惨叫连连 在约翰和安吉尔的指导下 凯登在户外奋力奔跑 没过多久 身上的伤势全部治愈了 安吉尔还换出凯登内心隐藏的血性 教授她战斗的方法 短时间内 凯登的搏斗技艺有飞速地提升 可毕竟康纳一伙人多势众 如果不安置一些机关 肯定是打不过的 于是凯登在约翰家附近买下炸药 制造陷阱 但在准备过程中 康纳带着狼人前来突袭 抓走约翰一家子和安吉尔 黑夜降临 康纳将约翰一家囚禁起来 自己则准备跟安吉尔结婚 危急时刻 凯登变成狼人现身 引开康纳身边的手下 个个击破 紧接着 挣脱束缚的安吉尔也变为狼人 救下被囚禁的约翰一家 双方开始展开战斗 凯登将康纳引到农场附近 并陆续干掉一些小喽啰 随后凯登与康纳进行肉搏战 虽然康纳经验丰富 但年纪大了 打起架来难免会力不从心 康纳丧失反抗的能力后 开始跟凯登讲述过往的真相 其实他跟陆辛达是真心相爱 没有所谓的强弩 只有一对陷入爱河的恋人 可由于陆辛达父亲的百般阻扰 才导致两人被拆散 爱人死后 康纳便黑化崩溃 组建帮派到处屠杀正名 听完父亲一席话 凯登不知该说啥好 就在这时 独眼乔突然出现 其实这一场狼人之间的争斗 全是独眼乔挑起的 甚至连凯登的羊父母 也是死在独眼乔的手上 许多年前 独眼乔因为太过残忍 被康纳打成重伤 赶出狼桥镇 如今他为了复仇 便故意将凯登引到狼桥镇 引发一场父子间的相爱相杀 知道真相后 身负重伤的康纳 上前与独眼乔较量 结果被一击秒杀 为给父亲报仇 凯登跟独眼乔进行激战 最后独眼乔被凯登 事先买好的炸药炸死 一切都了结后 隔天凯登告别约翰 带上埃及尔远走天涯 弱者的怒吼和哀嚎 划破寂静的夜空 皎洁的月光显得格外刺眼 冰死的生命无力求生 遭到黑夜生吞活泼 如同心口被划开缺口 血管逐渐崩开 鲜血如一场大型的烟花秀 绽放得淋漓尽致 那般痛彻入骨的伤痛 唯有亲历者才可懂 那么今天就到这了 我是丽哥